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让眼前这个团长 气到要炸平整座山呢 原来就在刚刚 范天雷带领的突击小队 成功将探压人质的海盗全部揭秘 可就在众人清点人数时 却发现还少了两名人质 为了确保所有人质的生命安全 康团长亲自带领海军前来支援 文听此言的康团长非常气愤 于是当即就下令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失踪的那两名人质 如果不幸遇害 就将海盗的老巢全部炸火 与此同时 卧底王亚东已经救下了那两名人质 但为了能抓住作恶多端的虎杀 王亚东还是不顾危险地追了上去 但他却完全没注意到 作为暗号的蓝色贝雷冒在虎杀头上 恰巧这时的神枪手四连赶过来 你们要找卧底 怎么办 来不及了 快动手了 收拾他 就这样 王亚东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而头戴被雷冒的虎杀 也因此被当成卧底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另一边在丛林逃窜的蝎 也无意劫持到了梵天雷的前期 面对红细胞小组的步步紧逼 蝎子最终来到了一处悬崖边 都别过来 再往前走一步 我和人去同归于间 为了不伤害到人质 指导员下令让所有人将枪口放低 而蝎子也在四处张望 试图寻找逃生机会 看出端倪的合成光立马朝地上开了一枪 在指导员的命令下 所有人都缓缓放下了枪 可看到这一幕的张祖 却大声嘶喊着千万不要放蝎子走 因为蝎子是杀害他儿子的凶手 他宁愿死也要为儿子抱住 范天雷剑撞让所有人立马握倒 而自己则不顾危险地冲了上去 并且用身体挡下了手雷的爆炸 蝎子也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就想跳海逃生 何成光剑撞立马举起手中的狙击枪 何成光终于击毙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同时也告慰了死去的众多战友 但挡下手雷的范天雷却永远离开了大家 在场的所有人都悲痛不已 而另一边的温总 当看到戴着被雷帽的红沙士 也猜到了王亚东已经牺牲 回到部队的他后悔不已 后悔没有早点将他的身份公之于众 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我无法挽回的 这是我无法远离的 我走 次日清晨 狼牙特战旅的所有成员 纷纷都来送范天雷最后一程 这是我无法远离的 这是我无法远离的 我无法远离的 我无法远离的 这个世界并不和平 只是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致敬祖国的每一位军援 我无法远离的